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是最早的一批武将 跟着三宝武将 就是孙策那一批登陆丧火山 你想那得多有年头 我相信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玩丧火山 那么那个年代里面不存在什么戒关羽戒马超 包括诸葛科啊 包括那个刘邦云都没有 所以说那个年代里面 你打这个神兆云可能就吃力一些 那么现在且不说你科兴这么多 而且目前这个武将的强度是非常高的 当然他当主公的话 有一个加成 就是说那个可以摸四张牌 而且各种牌你是有自己根据技能可以发动 这个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神将出现的是比较少 绝境 绝境表现的龙魂就是 红桃当桃 方片当火山 梅花当赏 黑桃当无界可击 那么是根据你这个血量的 现在你是一血嘛 所以说你就可以那个 这个另外他是中神 他是法 当然神兆云呢 如果他是满血状态啊 他就是白板啊 就觉得主公这个呢 其实跟白板那个 你想用三张同样的牌当牌 那太浪费牌了 所以说开局就是说蔡文鸡是反对打的 其实不是很平致的 你一把打到这个状态的话 我们这不是很害怕 好 这个地方没事的啊 我说过了 我们现在是一血 红桃也可以当桃用的 所以说这个也可以当桃用的 那么待会是摸四张牌的 因为这个损失体力嘛 加二加那个损失体力 那么也就是说 你现在是待会摸四张牌 那么这个爆发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而且你那个 黑桃是可以当无界的嘛 好 我们看一下 这地方的话 过何差 哎呦 这个人他是反贼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张力 看张力的身份 张力的话 好 弄一下看 哎 漂亮 张力嘴重了啊 他是忠臣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刚才爆我们这个铁索的地方 哎呦 这个地方他是中 那他反的 刚才这个陆迅打错人了 陆迅的话 也不敢打这个贾许 这把这个SB贾许 这个选项选项就非常好啊 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呢 他要是给这个神赵云 那这个段我们可以跟他拼的啊 我说过了 我们黑桃可以当无界的嘛 好 打过来 那么这个方片是可以当火杀使用的 那我们就继续秃到 看能不能秃得死 那么如果没有死的话 杀一刀可以 这段杀这个国家 因为你杀国家的话 红刀也可以当刀救的嘛 好 乐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就期待 看看有没有什么AOE这种牌 让贾许卖一下 贾许这个时候如果卖一下 他给我们加一点铁皮上限 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收益就非常非常可观了 真正达到一个超级塞亚人的状态的 我觉得这个这样给我们加一点铁皮上限 比给那个觉醒村子的加铁皮上限 可能更带感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段的话 反贼是不敢动 这个地方他陆迅是想收 这段不给他收啊 这段我们有桃子的 嘿嘿不给你收 反贼这个段段上不敢动那个SV加许 动SV加许 这个就麻烦了 好 这地方的话 满满路性 哇 这个地方庞德 为了要收这个蔡文姬 这不择手段啊 但是我们不是给你收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卖血 给我们只要国家卖了红桃 就是桃子的 我们不需要真桃子的 好 这段给我们补一些 好漂亮 那待会神兆鱼是拨五张牌 二加 你现在的体力是损失了 四体力上线 损失了三点体力 就是二加三是五张牌 还有这个联赌 你说这个地方 你们这些反贼对吧 这下是会打的 打成什么惨样 所以说刚才那个A 真的是不应该开的 当然可能啊 因为神兆云这个武将 确实确实目前出场是非常少 所以说这些反贼不熟悉技能啊 所以说以后大家遇到神兆云的时候 可以参考对付张春华的方面 对付他 不要动他 你看这地方的话 这个怎么打 对吧 摸五张牌 等于说就相当于是元术了啊 咱们还可以有这种 其他的这个 那个摸牌这个技能 好 这张的话 陆迅过一下牌 但是陆迅过不出来桃子的 好 那么看一下他们有什么牌啊 这个桃子 那么直接火攻 嘿 我们不仅可以 把这个牌当火杀使用 我们可以把这个牌 真当这个牌使用 就是火攻 就真的火攻的 好 这种的话 可以把那个 勒布斯 哎 这个人要杀一刀 这里把杀一刀 你这个好不好 也行吧 反正把那个牌 把他那个高度化嘛 但是现在因为你有脸弩了啊 所以说那个 我愿意给直接杀了 直接杀了嘛 好 这种的话杀一刀 那么这个的话可以 因为我刚才没有什么杀了嘛 所以说我们直接跟他过一下的 我们把红袍当成这个 有效转化的嘛 红袍当成的桃子使用 好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纵有千军万马 那这个地方小内也是 小内 其实小内可以不动的啊 当然小内这个地方 一直被反贼打 所以小内也没什么大的办法 但是现在这个壮大的神兆云 几乎是无敌的 你这个这样想 想欺骗给他单挑 你除非是那个 戒关羽和剑毛龙的屏蔽技能 否则你跟他打都很吃力的 好 所以他们死不了的 你这个地方打的没用的 我们红袍就给当袍用的嘛 两个红袍正好 打掉 那么待会的话 而且你这边还挂了成假的 所以说完了 好 把它贴索连环锁起来 然后把它那个拆掉 然后用方片啊 方片就是火刷的 他这把这个 神兆云他当主攻 就是有那个血量的加成 再加那个SP加许 所以说这把 他这个人发挥 先祖师是非常高的 这一把来说 当然不是每个人选神兆云 玩都有这样的运气的 所以说这个武将 那个他当非主流主攻的话 如果遇到会玩的反贼 也是比较吃力的 因为毕竟没有什么人 会直接把你打到隐血状态 让你有这么一个爆发的这个空间 所以说如果神将你要改 他肯定也是要改一批武将的 他现在在神将 可望性明显没有那个 神司马懿那么高的嘛 好 我们看一下 当然那个也是有怀旧情节吧 因为毕竟神兆云 真的是最早的一批武将了 好 我刚肯定神兆云出来的时候 我刚刚接触三国杀 还没有多久 那个时候大家肯定都不认识我的 恐怕那个时候 想一想啊 那个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咧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地方决斗一下 这个地方刚才 这个是这个忠臣 他就搞这个刘威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想留这个牌 我们看一下这个身份 其实开局可以打下这个弥竹的 我要打的话 打这个弥竹曹昂 琴蜜 应该是也可以打这方天出来的 好 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这儿我们可以拿贴索 这些反贼 后面的反贼醉了 贴索居然不拿 这个也太 太不知道亲中了 我们肯定翻人的 我们肯定翻人 那么这个地方曹昂 这个位置选的不好 这个位置选的不好 这个吧 应该这五个都是反贼 其实 这把真的说 他瞎猫撞到死耗子了 他旁边旁边有一个细致材 那这把他就有发挥 但是你总不能说 什么位置你旁边都有这样的运气的吧 所以说这个忠臣选的不好的 这个东西选的不好 当然我觉得你是内奸 我觉得内奸可能也不大 因为这把主动方很强的 还有内奸 他待会应该会跳出来 就看他们俩里面谁是内奸了 好 那么这一家就是我们的发挥了 铁锁 你们居然不拿铁锁 你们这些反贼 好 这把南蛮入侵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哎呀 运气真叫好 这把叫一个运气 一根地天了 这一排还是非常非常赞的 正好这张牌可以拥的嘛 好 那么把这个刘备 待会可以把它锁起来的 好 这个的话 铁锁连环 把它 这个先锁白吧 先锁白 铁锁连环 当然你这样挂起来 也可以这样挂起来 你就告诉忠诚 我要那个拥了 好 9 这个地方4人在铁锁上面呢 好 杀 可以 直接杀 那么 这是结算铁锁的 结算完铁锁 中卫还要挨一刀的 还要挨一刀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救一下哦 原来他是内奸 那这把来说的话 即便如此 看一下 这把迷竹 哦 两个桃子 那当然还不如救救救救他呢 他救救救他 可能中卫也 也活不了了 好胜有千疆 那这把不怕了 这把应该就是那个 三为五了 因为 大家看这一把这个 工程都比较强的吧 吸气台又有发挥 操王又被保护了他 好 可以过去 那么这个地方 迷竹给牌 关键给牌可以回血的 迷竹这个武将之所以 他当反贼非常给力 是因为 你给牌出去可以回血的 就是说 主中方以输出为主 所以说除非你遇到戒皇该这种 否则说你给牌给主攻回血 并不是主攻帮最急缺的 除非说主攻被打到那么兵死的状态 当然你当反贼 你就可以把节奏托慢了嘛 你不断给牌给过去 那么这样这个是符合反贼的利益的 所以说他这个武将的话 除非主攻是那种戒皇该 是什么暴将的输入 否则你不要用他来当忠臣的 你这种托截斗的武将的话 是反贼非常喜欢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尤其是逃逼局里面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阵道嘿嘿 可以啊 再来一个 再把这个方天王这六了 暂停来一下了 再来 好 那么这下是非常非常六的 再来一下 后面还有两个中能在动的 贾许开大随便你开 我们四姐 我就不信你一回合能把我们弄死 好 那么贾许的话 这段开大也只能把这些反贼葬送了 看一下迷竹 迷竹这个里面的话 丢 看一下戏之财 戏之财的话 无中生有 那么挂起来这个 然后给过来 给这个 好 给那个曹王 看看待会曹王能不能再给来一刀的 因为曹王有这个 哦 有这个刀 那可以了 杀 好 给一下 杀 然后灌出去 因为大家曹王是那个有斧头 所以这个他过一下卡也是可以的 打掉 那么这把确实是天王你啊 没有办法 咱们这把这主动帮学家太强力了 还有这把咱们有这个 刀的 那么这地方的话 给出去 那也行吧 不 我觉得这张要你要留也可以留下的 防止这个贾许狗急跳墙嘛 他万一万一真的过出来一个什么固定这种 你看 就说杀杀一高 哦 这张没用了 这张我看错了 因为那个有曹王在 你给出去也可以了 你想你想跳也没用了 因为这个张曹王已经那个 这几个反正已经死了嘛 曹王坐这么远才能够捞我 这也是一个视频的那个 做视频 我也是 那个悟性惯性的四位 我以为曹王坐得很远啊 现在曹王已经帮了我 那这个家居别丢了 有这个曹王在保着我们 他你要黑杀我们 他可以把这个人王盾再给我们的 好 所以说这把也是碾压 碾压 这个内奸就开局动了一下 他后来马上跳过来 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盘 官妹子一波六连斩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话 孙全当中的官妹 官妹子输出 可以啊 输出 他们就看你的手牌 怎么 这个牌 有个AOE AOE开出去杀杀反贼 你要是能觉醒 看待会能摸到几个杀了 说不定还是可以那个 爆一波 我们看一下 这是孙全主啊 孙全主 五轮商友 看一下果河拆桥 这个是反贼 看一下啊 这里面的话 挂起来杀 这个地方的话 左慈这个化身还可以啊 不过他用参风镜是终于斑的啊 有杯哥就那个不能断肠 有断肠就不能杯哥 好 这个地方 别说我们没有赏 我们有赏 我们也会卖的 官妹子 那个开你多烧几个人 而且你烧中的人 对他用牌是没有刺出先知的啊 好 那么看一下啊 这个是忠诚 其实我倒觉得他这个应该是内剪的 他应该是内剪啊 这个是反贼 看一下啊 南蛮入侵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刚才这个孙上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好 看一下啊 这个国家跳法 看一下啊 这个国家这个名字不错啊 钢田舞 其实也跟大家说一个 这个一个一个小花絮啊 我看哆啦A梦这么久 我前段时间 我才知道胖虎的名字就叫钢田舞的 真的以前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 我真的只知道他叫胖虎 我根本不知道他叫钢田舞的 不过我也很开心 现在终于知道胖虎叫什么名字了 好 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这里面的话 官被子应该大输出一波了 大输出一波 看一下大输出一波 还有这些人都要停索上面的嘛 官被子在这个状态 无懈可击一下啊 好 那么五中生有 顺手牵羊 那么直接顺手牵羊 哇 漂亮啊 铁锁铁锁连环 对 然后再烧两个 烧 那么先把左磁打掉啊 左磁这地方的话 官被子漂亮 好 那么不管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我们实在是分不清 谁是我们的杀一刀 好 让他再杀 你那个琴臂也没用了啊 直接杀了啊 哎 这个让张角是忠诚 这么刚才 刚才他想骗白 还是怎么回事啊 那不管了 不管你什么用机 我也不带着分析了 我不分析了 反正我们就这样 直接打了 好 直接就这样一波啊 官媚的六连斩 啰嗦了嘛 管你是什么身份啊 你说你片白什么东西 我们不管了 这个留给观众朋友们 去分析 反正我们只知道 打滤波六连斩 就可以了